你一想飄馬,我想不多不少都會想起 Sway 我們曾經穿過,而我記得當時買過一雙卡奇式 曾經設計過球鞋,或者接觸了球鞋文化多年 發現一個現象挺有趣的 就是那些 sample 鞋是很癢的 這次就索性想做一雙你能夠買到的 sample 鞋 這個就是最初的第一個示板 它跟不上我想要的齒位 一個 Sway 布板的造型 最初就有些難度,用一些時間去拉腳 亦都開心,最後能夠解決這件事 整隊能夠出現鞋齒的偽造 其實我想做一個嚴重一點的藝術品 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夠在每雙鞋款 每個位置,有什麼地方可以做一些改動 都會整件事去連包裝 或者連一隻 figure 去做 我都是想一個概念 寄過來的 sample 都會扭著一個 tab 就是廠那邊出來的 tab 亦都會反映到這雙 sample 鞋的意思 這雙鞋最初設計的 figure 並不是這樣 真的出現那一段時間 就是出了這隻 Wolfcat 的一隻豹或者貓 他的鼻子,手和調味就是從 Logo 裡走出來 可以拆開,再裝一些組裝的東西 做鞋, sample 的過程裡面 一個很有趣的元素,搬進鞋裡 我想這個概念應該怎麼走呢 應該是走在 Sway 最精彩的 就是,我們就可以說,我們在隱古街上 再裝一次的操作 以及將他們吃光色的樣子 然後再裝一次 進入大約